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我首先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 Trail 它是一个友好的Python一步多线程的框架 提升您的系统速度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一般在开发咱们的业务系统的过程中 99%的情况 我认为99%的情况都是单线程处理 但是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导入 对吧 您也许在您的系统开发过程中会用到多线程 比如说多线程读取大量的图片 多线程读取大量的文本信息 甚至说一些个留言信息等等都需要这么去读取 那么咱们遇到这种业务逻辑的时候 我给您推荐的方法就是使用多线程 比如说咱们要处理图片大概有10万张 咱们如果一个线程读估计每个几天是读不完的 那么咱们如果分成100个线程1000线程读可能几个小时就搞定 那么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个技术 我认为在读取大量图片 读取大量文件的时候非常的实用 今天就推荐给您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python多线程开发框架TRAIL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先给您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我给您介绍的框架 99.99%都是免费 而且开源 这是它的官网 它里面其实有详细的使用方法的介绍 多如牛毛的使用细节怎么办 是这样 您不用去管这么多如牛毛的细节 您按照我今天给您的例子 您几乎就能够用过TRAIL这个框架来开发您的多线程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在使用之前干什么 安装吧 怎么安装 大家请看 用屁股方式进行安装 咱们马上说完就干 对 这就是我提示一下 为什么我加个-U 因为本地如果已安装的朋友 您通过-U可以更新 好 咱们先扫序 马上开始 如果没安装就安装 我本计应该是没安装 我先进入我的开发环境 OK 然后先扫序 批盘装 OK 安装成功对吧 安装成功之后 清平干什么 这是我的代码 咱们看一下 首先Inport的TRAIL 这个没说的 然后Inport的NOMPAN 你看 这个地方我居然还用到NOMPAN 它无处不在 其实不用太行 我主要拿它生成随机数 好 咱们看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MAN函数 这是咱们整个程序的入口函数 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异步调用 是这样 咱们您用这个框架的多线程的处理 都是要用异步调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要加上一个Async 对吧 然后咱们看 一上来 我加一个AsyncV子 然后这地方用咱们的吹热框架干什么 打开一个守护线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们在咱们的主线程 这个MAN是咱们的主线程 对不对 在咱们的主线程当中 应该开一个守护线程 我守护谁 我守护接下来要打开的那些个子线程 好不好 他就干什么件事 我守护我的那几个孩子 对吧 就这感觉 好 咱们看 打开这个守护线程之后 咱们创建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能不能不创建 我跟你说 能 为什么我要创建通道 是因为我今天给您演示的例子 浓缩了我 怎么说呢 好长时间研究出来的精华 为什么 因为咱们开多个县程之后 这个县程一般来说 都是他自己独立处理一个事 处理完之后就完 对吧 今天我给您演示 咱们县程处理完之后 县程之间还要通信 怎么通信 就用到这个通道 一会儿会给您演示 它不是县程的必须 好不好 但是呢 我今天要 因为我今天要完成县程间的通信 所以给您准备这个通道 OK 先少许 马上开始 然后咱们马上开两个县程 用这个statsun开始县程 一个是县程一 一个是县程二 然后呢 我分配把这通道 一个是发送通道 一个是机车通道 传进去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县程一 县程二 其实就是两个函数 请看 县程一 一部函数 就是叫什么县程一 接收一个参数 就是这通道 对吧 然后里面我打印出来 我是县程一 我是公司老板 对吧 这县程二 也是一个函数 大家请看 然后打印出来 我是县程二 我是小秘书 就这个感觉 两个县程 一个老板县程 一个秘书县程 然后呢 这两个角色 都在不停的工作 对吧 同时老板呢 频繁的向秘书发指令 发指示 这是我今天模拟的这个场景 好不好 OK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我本地建个文件 咱们就叫做nanoman 可以吧 OK 在里面考上我的代码 是这样 一般来说 您在业务系统开发过程中 您的县程 我认为只有一类 就单一 我就处理图片 我就处理文字 是吧 我就处理一些个文本信息 对不对 我给您举例子 是非常比较特殊了 就是说 开两个县程 这两个县程 还干不同的活 所以说 今天例子有点特殊 其实您完全可以 开一个县程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例子 我就给您开一个县程 咱们开 大家请看 我只开老板县程 我把这个秘书县程 屏蔽起来行不行 相当于我只开了 这个县程一 对吧 老板县程 可以吧 当然可以 那老板县程里面 比如说我把这个 发指令这事 咱就不发了 因为没人听 这就不发了 这样的话 现在咱们开一个县程 咱们先看一下 我开一个县程 是个什么结果 好不好 试一下 我现在县程里面 只开了老板县程 那老板都干些什么事 试一下 够 我是县程一 我是老板 发指令02 他在发指令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我主县程 可能在干我主县程的事 同时 我的老板县程 在跑他自己的 对吧 他发了10个指令 为什么发了10个指令 因为这个地方 我指令了个10 大家请看 所以他循环14 就退出 有时候说 我主县程 我该干什么 干什么 对吧 整个公司的运转 对吧 同时我这个老板县程 老板县程 老板他干了自己的事 对吧 他干什么 他向秘书 发指令 对吧 有事 反正向秘书 发指令 对吧 让有事秘书干 对吧 OK 那么怎么让秘书干 咱们试试 有事让秘书干 没事 没事 那对付说 好 咱们看 OK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代码逻辑了 咱们看一下 一上来 主县程 打开守护县程 然后开两个通道 然后呢 开一个老板县程 开一个秘书县程 然后老板在县程里面 拼命的向秘书发活 你干这个 干这个 然后秘书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秘书在这个地方 接收到了老板的指示 那怎么办 干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看这两个县程 能不能协同工作 好 村盘退出 清评 注意看 够 两项都启动 老板发指示 秘书接收指示 然后秘书马上就去干 对吧 有事秘书干吗 对不对 OK 老板向秘书发了10个指令 秘书干了10个指令 对吧 这就是咱们多县程 然后咱们在主县程里面 一般比如说 咱们跑咱们自己的逻辑 读数据库 什么怎么更新 都可以 对吧 然后用到一些其他的县程 比如说我读个图片出来 或说 我如果有用户的http请求 比如说来个http请求 我这么分县程给他处理 然后我再等着其他的http请求 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在主县程里面操作 具体每个县程的操作细节 您就在每个细节里面去定义 如果这两个县程 还需要通信的话 您就用我今天这个通道的方式 进行通信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再复习一下 怎么通信 我在老板县程里面 通过这个send channel 发一个指令过去 这个地方 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数组 可以是字不串 什么都行 秘书在这个地方 等待老板的指示 如果等待大型这地方 它是等待加循环 对吧 如果老板来指示了 秘书收到指示 然后就开始按照老板的命令 你干点这干点那个都可以 对吧 七茶倒水 这不光七茶倒水 秘书只要是管理老板的日程 对吧 先少说多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使用这个Triver这个空间 来控制一下 咱们多线程代码的逻辑 希望对您的编码有所帮助 最近我在做一些图片分析的时候 真的用到这个框架 我认为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今天做的视频 推荐给您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OK 今天的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 这个是网址 有兴趣的朋友 下载访问一下吧 OK 如果喜欢我视频频道的朋友 也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加转发 也再次感谢能够成为我这个频道会员的朋友 没有您的支持 我的视频也不能够持续下去 那就在这边都感谢大家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